来源 见闻咨询 近年来 癌症逐渐年轻化 2020年 一项发表于临床肿瘤杂志的论文 明确指出了这一趋势 以15至39岁年轻人为研究对象 结果显示 在2007至2016年这十年间 各年龄段年轻人的癌症发病率都在不断上升 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带癌上班 复杂而残酷的现实是 他们背负着癌症治疗费用这块巨石 很多患者上有老下有小 对自己和对家庭的责任缠绕在一起 让他们不敢停 他们无法像老年患者那样 缩小自己的世界 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断开连结 他们必须在职场挤出一方生存的空间 职场上 一个罹患癌症的年轻人 可能遭受到哪些阻碍和隐形歧视 生活中 他们的人际连结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他们该如何消解漫长的孤独和耻感 更本之地 癌细胞如同一枚潜藏在身体里的炸弹 改变了生命的刻度 也改变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眼光 见闻咨询和三位年轻的癌症患者聊了聊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迟早要屈服于现实 和同龄人一样 沉沉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求职期 癌症患者的身份给他更添了许多不意 去年夏天 他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 他的不少同学已经带着一份堆满了大公司名字的简历 搬进了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大厂的格子间 沉沉没有这块敲门砖 18岁时 他确诊乳腺癌 做了幼乳全切手术 大学几年 他的时间被上学 看病和作家叫切割 他也跟风去大厂实习过 没做多久就辞职了 原因很简单 大厂的实习工资一天一百 而作家教一个小时就有一百四 同学劝他 实习是为了积累精力 致病费用压在身上 他想 精力算什么 我要的是钱 但他也做不到像很多同龄人那样卷 身体吃不消 不加班是他找工作时最看重的一点 毕业后 他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咨询公司工作过 加班是日常 区别只在于加到几点 偶尔因为身体原因请假 隔天他一定会被经理叫过去说一顿 绩效也会被打低分 连续多日加班到凌晨一点后 又是一个半夜 晨晨顶着经理的怒势走出公司 很快提出离职 现在他在一家日企工作 日企的文化更有人情味 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月薪几千块 他挺满意 找到工作就行 有钱就行 毕竟 对于罹患癌症的人来说 当前的求职剂堪称地狱级难度 癌症降临的那刻 职场上很多扇门疏地关上 首先确定无疑的是 铁饭碗端不上了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第八条明文规定 恶性肿瘤不合格 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 对癌症的歧视已变成一种默认的规则 招聘方和应聘者对此皆心知肚明 对正常人来说 只是走个过场的入职体检 却是一道癌症患者难以逾越的障碍 陈陈透露 走投无路之下 一些患者到网上购买伪造的体检报告 也有人奔向组织体检代警的机构 近年来 被癌症击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一项发表于临床肿瘤杂志的论文指出 癌症正呈现年轻化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 2007年至2016年 40岁以下各年龄段的癌症发病率均持续上升 疾病带来的痛苦不分年龄段 但和老年患者不同的是 年轻人即使罹患癌症 也无法淡出社会生活 他们有着更漫长的人生 有着更为复杂和现实的压力 必须在职场挤出缝隙 工作资历不同的人 遇到的困难也不同 陈陈要撬开紧闭的职场大门 更多患者则是在工作期间查处癌症 他们中的一些人 积累了多年工作经验 是团队负责人 是高管 治疗结束后重回公司 他们要面对的是 职场环境在生病前后的巨大落差 四年前被诊断出职场癌的周禄 是一名会计师 工作多年 他的业务能力受到公司上下认可 还被交托了大量事务性工作 两年治疗期结束后 他赶紧回到公司 却发现自己骤然倾弦下来 领导很客气 只是每一句对他身体的关照 都像在暗示 他未来升职的希望渺茫 李昂曾经周密的职业规划 也被癌症打乱 他在一家银行 总行人HR 确诊乳腺癌前 手下管着一个不小的团队 治疗结束后 他去几家互联网公司面试过 但每次到了最后环节 他都迈不出这条腿 因为知道自己有所谓的寄网症 很难通过体检 他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简历 对大厂生活的想象成为遥远的记忆 不仅如此 留在原单位的他 不得不面对一个 变得更加苛刻的上司 从前做惯了工作 现在经常被挑刺 说我这个不够全 那个不够细 他因此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后来终于意识到 一个残酷的事实 领导知道 他没有退路了 之后的一连串事件 印证了他的判断 公司进行架构调整 领导给李昂增加了一大块工作内容 但没给他增派人手 推选后备干部时 他意外落选 去年年底绩效考核的低分 又是一次打击 他记得图穷笔线的那刻 一次开会时 他因为身体不是告假提前离开 听同事说 他刚走出去 领导便说了一句 迟早要屈服于现实 职场可以残酷到何种程度 没有人比癌症患者更了解 他们有过不甘心 也大多产生过强烈的 想要离职的念头 但最终 他们只能劝慰自己 接受现状 不敢不工作 纵使在职场遇到诸多不公平 癌症患者也要紧紧抓住这根稻草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 癌症治疗费用 这块巨石太重 曾有亲戚建议陈辰不要工作 好好在家养身体 她觉得好笑又无奈 不工作 她哪来的钱养身体 面对这块巨石 不是每个患者 都有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 可以提供支持 陈辰在担心家庭长大 与母亲相依为命 治疗期间 几医疗费就花了15万 母亲将家中存款 技术投进来 也只是刚刚够用 此外还有一大笔生活费用 母亲从家乡到北京陪她看病 一个月房租就接近5000 那两年 陈辰几乎天天打工 甚至化疗期间也会去 因为真的很缺钱 即使工作多年的人 有着稳定的收入和一笔存款 一招确诊癌症 也会人生瞬间轻浮 36岁的周璐有时想 人生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得了癌症后 她多了很多不敢 最大的不敢 就是不敢不工作 丈夫的收入不高 她的父母也已经退休 靠养老金度日 家中的经济重担 她泄不掉 她不敢细想 生病以来花了多少钱 基本治疗费就有小几十万 更不用提在营养品和营养针上的开销 她也不敢细想 之后还要花多少钱 医生说 基于现在的病情 后续她可能还要用到一款靶像药 一个月至少一两万 她甚至不敢细想自己的年纪 身边同龄人都在努力挣钱 她花钱如流水 用朋友的话说 之前那么拼 挣的钱全交给医院了 与此同时 生殖无望 薪水碰到天花板 每每思及此 她压力陡增 而当一个人有了子女 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巨像 也就更加不敢停 周禄原本个性散漫 女儿的出生彻底改变了她 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母亲了 要承担起责任了 这些年 周禄一边工作 一边带孩子 还跟朋友一起做了点小生意 每天不超过晚上十二点 不会睡觉 全年无休 就连做月子的时候也不例外 得知自己患上直肠癌的那一刻 周禄整个人哭都不会哭 愣在那里 但有时 她看着孩子 觉得生活 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 她每天照顾孩子衣食起居 辅导功课 忙碌依旧 所谓孟母三千 她总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那就需要一个位置更好的房子 这个问题不能想 一想就焦虑 她焦虑存款不够 也焦虑房贷供不起 哪有本钱停下来 周禄家的几个病友群中女性居多 其中很多都是妈妈 她们互相鼓励时 最常说的是 一定要强 自己强了才能保护孩子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不能颓废 周禄强调 都是责任 两枚炸弹 复发与齿感 带癌上班 如同随身携带炸弹 第一枚是癌症的复发和转移 治疗结束 不等于治愈 前者只表示 病造部位的癌种已被切除 病情得到缓解和控制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临床治愈的标准则高很多 要求患者在治疗后 生存超过五年 且没有任何复发迹象 病人即便癌过五年 也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复发和转移 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之件 终日选于癌症患者头顶 令其惶惶 迄今 周禄已被这枚炸弹 砸到过三次 第一次最难熬 手术仅两个月后的一次检查结果显示 肿瘤转移到了肝上 已经长了四颗 得知消息时 周禄几近绝望 他为医生为什么 手术时瓶巴结清扫的不是很干净 医生也给不出一个答案 之后又出现过两次转移 这两年 每次一听到指标不好 他的心就悬起来 确诊四年了 癌反反复复就是断不了根 好像一只打不完 干不尽的怪兽 刚被打走一回 生活好不容易恢复一点平静 他又来了 周禄筋疲力尽 还有一枚炸弹是耻感 无声 却一样不容忽视 住在小城市 周禄觉得自己脸上好像贴了一个癌字 别人看他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 熟人见到他总会多问一句 最近身体怎么样 听得他心里难受 每天都在讲矮矮矮 那个字特别恐怖 刚回到单位那段时间 周禄整夜睡不着 经常惊恐发作 脾气变得暴躁 大把大把掉发 他到医院一查才知道 自己患上了焦虑症 焦虑的重要来源在他身上 他失去了肛门 肛确诊时医生就告诉他 肿瘤的位置离肛门很近 考虑切除肛门 他试过保肛 为此增加了放化疗次数 随之而来的是体重的急速下降 以及不用大量止痛药剂 才能勉强缓解的剧烈疼痛 但肛门最终还是没保住 手术前医生让他自己选 保肛还是保命 当天平的另一端是性命 他只能舍弃肛门 医生将一段可用长管拉出 缝在腹壁上 从此他的肚脊左边 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灶口 以及一个每天贴在身上的灶口袋 用于收集排泄物 身上多了一个灶口 周禄的神经时刻紧绷着 他不敢用力 所以不再搬运重物 他也怕挤压到灶口 所以再没穿过紧身的衣服 更尴尬的是 他的排便变得没有规律 无法控制时间和地点 他可能在开会 可能在做报告 可能在吃东西 同时就在排便 虽然每天次数不是特别多 但也有他处理不好的时候 会漏气或漏尾 他觉得自卑和苦闷 但不知能对谁诉说 也有人主动选择 不隐身 很多乳腺癌患者会在截疗后 做乳房重建 沉沉没有 他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 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 所有人都劝他 做乳房再造吧 这是为你好 你的生活质量会更高 你也会更有信心 家人这样说 猎人这样说 主治大夫也这样说 沉沉没有被动摇 身体的残缺在别人眼中 可能显得可怕 但他自己不在意 他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 孤独的 隐身的 最伤人的往往不是制度性的歧视 而是来自身边人的不理解 患病后的种种痛苦 健康人很难真正共情 得病后 李昂只修过三个月的病假 他考虑过辞职养身体 但父母一听就强烈反对 怎么可以不上班 没有社保怎么办 他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 思维传统 在他们眼中 李昂所在的银行总行 是稳定 体面的代名词 这么好的单位 能留就留 为了工作的是 他和父母 吵过不知多少次 今年年初 又一次激烈的争吵后 父亲让他去精神卫生科看看 他去了 做了全套的心理测评 结果显示 一切正常 李昂只能慢慢练习 隔绝父母的声音 他们是控制欲很强的人 没办法 令癌症病人更歇寒的是家人朋友嫌弃的目光 在封建观念中 一个人罹患癌症 会被认为沾染了晦气 变成了不吉利的象征 晨晨的姥姥关心他 但自他生病后 姥姥的心中便长了一根刺 他觉得 晨晨丢了他的脸 拖了家族的后腿 让他被街坊邻居瞧不起 让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在朋友面前炫耀了 还有一个他从小认识的好朋友 知道他生病后态度大变 明明在一个地方生活 但怎么叫都不出来 多年情意冷淡下来 他心里明白 现在的人都是向上社交 你病了 人家就觉得你是个没用的人了 被家人嫌弃 被朋友疏远 晨晨一开始会揪在里面 想不开 癌症又不是传染病 他也不是因为做了坏事才生的病 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后来他逐渐意识到 除非有过类似的经历 否则旁人很难对患癌的苦痛感同身受 今年 他一个朋友的父亲确诊被癌 朋友一个人忙前忙后 近距离感受到 父亲患病时承受的巨大痛苦 后来对他感慨 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这么不容易 原来抗癌这么艰难 有时 社会对癌症的歧视 还会包裹这一层为你好的外衣出现 大三那年 晨晨拿到了保研资格 辅导员劝他放弃 理由是 读研究生的压力大 不适合他 他想反问 不适合读研 那么他就适合996的生活吗 但他不想闹得难看 毕竟大学四年 辅导员帮过他不少 最后 他签下了放弃保研的承诺书 这种观照 计论大多数患者的日常生活 病时被别人得知后 他们被同情 被怜悯 与此同时 他们也被隔离出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要被失作正常人 患者首先要调整自我认知 有的必有回去上班后会不立心 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应当被照顾 比亚不认同这种心态 毕竟公司不会因为关怀个别员工 而将业务禁毒之后 重回单位后 他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但看到其他同事能做的事 他也都能干 还能干得挺好 他的自信心逐步恢复 重回正常人世界的渴望 使得疾病成为一个秘密 在晨晨的公司 没有人知道他生过病 每月一丝的例行开药室的麻烦是 每次请假时 他都要绞尽脑汁边理由 想到这个他就头疼 守住这个秘密 因为不必 也因为无用 毕竟最后都得靠自己爬出来 晨晨说 当人生无法被规划 癌症治疗结束后 患者大多需要每半年做一次复查 生命的刻度自次改变 长期的职业规划不在现实 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忧患意识 李昂放弃了跳槽去互联网大厂的打算 但银行也并非朝阳行业 李昂心里有数 得为自己找好后路 他曾在小红书发布过几条有关治疗的博文 没想到收到了许多点赞 他意识到其中有赚钱的空间 这两年他考下了三级公共营养师证 学运营练文案 狂补各种专业知识 现在他经营着一个主打身心实疗的自媒体账号 这条路不好走 但至少他已经上路 李昂盘算 万一哪天退港回家 他还有一技之长 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 被疾病改变的还有金钱观 受家中女性长辈影响 李昂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衣服 生病后他把衣服全部理出来 跟自己说就这么多了 真的穿坏了洗坏了才可以扔掉 到底是努力攒钱还是及时行乐 更多的人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摇摆横跳 比如陈陈 大多数时候他在吃穿用度上能省则省 在北京他不想把大半公司都花在租房上 于是另辟蹊径住轻旅 这样即使住在朝阳区的繁华地带 一晚也只要70元 但有时他很舍得 他喜欢看电影 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低则四五十元 高则八九十元 付款时他很少犹豫 他的存款小目标是十万元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沉沉决定随缘吧 人生正是满怀抱负的阶段 突然遭遇劫难 平静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为缓解焦虑 李昂加入了几个心理陪伴营 能量成为他生活中的高频词 微信群中大家互相夸赞 这被身心灵同好称作加持能量 遇到新朋友 如果发觉对方的正能量很低 他会主动减少接触 今年夏天 李昂托朋友找大师算了一个星盘 想知道自己何时转运 对面发来一条简单的消息 二零二九年 后来在很多个他感到焦虑的时刻 他都会想起那个预示着遥远未来的星盘 他安慰自己 反正要等到二零二九年 现在都是积累期 不着急 当生命以半年为期 重要和不重要的是 找到了全新的坐标 有时想到戛然而止的职业道路 周禄觉得灰心 这种时候 他会想想 那些经历战乱的国家 无数的妇女儿童 流离失所 甚至被虐杀 反观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 他觉得自己应该知足 他教育女儿 人的一生会发生太多意外 能健康平安活到老 这已经是很大的本事了 从前 他希望女儿门门功课 都要考到九十分以上 现在 他会让女儿多运动 出去玩 李漾也是如此 他对孩子教育的重点 从追求高分 转为对健全人格的培养 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个会沟通 有责任心 能够正确面对生活挫折的人 在下楼下的小花园 李漾总能看到几位老人 凑在一块拉架肠 夏天摇着蒲扇 冬天戴着毛线帽 话题无非是今天烧的菜 昨晚看的电视剧 从前的他只会匆匆走过 现在他常不自觉地驻足 感慨到 这样的生活真好 应受访者要求 陈辰 周禄 李漾为化名 作者后继 而正在陈辰十八岁那年 不由分说地闯入他的生命 无法避免的 他比从前更多的思考生死 更容易感到悲伤 但同时 残酷的命运 也重塑了陈辰看待世界的尺度 将他雕刻 成了一个更柔软的人 这是癌症留在他生命里 真正的印记 我忘不掉陈辰初见我时 说的一番话 那日 他一落作便抛出问题 对你来说 死亡是什么 他很快自问自答 对我来说 死亡是一个人身上 散发的混合着药水 和体液的味道 死亡是数不清的 CT片子和病理报告单 死亡是医生的一句叹息 死亡是社会的歧视 和家人的不理解 死亡是最后变成 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在你的世界 死亡可能是一个抽象的 遥远的概念 但对于我 死亡就是这么具象 如影随形 他叹了一口气 指着桌上的香薰蜡烛 放缓语速 我的生命就像这只蜡烛 我知道他会燃尽 甚至燃尽前每一刻的样子 我都可以想象 问题在于 一个人知道死亡的形状后 应当如何度过剩下的一生 这个震惊的谈论死亡的女孩 是如何做到 消解命运的残酷 如何做到伤感 但不悲怨 在之后的交谈中 我找到了答案 那些经历过的冷眼和歧视 淬炼出了一颗更柔软的心 晨晨坦言 患病前 他对弱势群体 缺乏真正的同情 现在不一样 比如 他走路时 会格外留意观察盲道 如果注意到盲道设计有问题 是断头路 或是发现盲道被占用 他马上就会打12345反应 只有变成了弱势群体 才能真正理解 其他的弱势群体 大家都是当前社会结构下的弱者 晨晨说 只是探出头观照世界的时刻 如彗星划过夜空 更多的时候 他不得不埋头 处理自己生活中的苦痛和挣扎 那日临近分别时 我们一同走进地铁 表情淡漠的面孔 从我们身边鱼罐划过 有时候觉得 我的生活像一潭死水 晨晨的声音很低 他随即自嘲 你说我前两年 怎么没想过这种问题呢 只想着怎么活下去了 还是太闲了 日子过得太好了 沉默间 两列地铁几乎同时来到 我们走向反方向 他对我挥手告别 4冬天 5冬天 1冬天 3冬天 1冬天